歡迎收看本期的極速點評 各位好 我是小小林老師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一盤棋 可以說是 職業賽場上 極為罕見的 一種逆轉棋 但在業餘比賽上卻屢見不鮮 就我們一般 小朋友常常比賽的時候 出來有時候會說 我最後一手單關填下去 叫吃沒看到 然後被人家偷吃了 相信身為棋手 或多或少 都有類似的經驗 這個可能只能歸咎自己的初心 但輸了棋 其實對我們而言就很難過 但是也還好而已 畢竟我們是業餘棋手 但職業棋手 竟然也會犯 這樣子的錯誤 哇 那這個呢 真的就是少之又少了 那這盤棋恰恰 就出現了類似的場景 主角呢 是我們前陣子不久才提到的 綜藝錦小妹妹 這應該可以說是她 有史以來最為幸運的一盤棋吧 順便呢補充一個資訊 在3月15號的時候呢 綜藝錦升到職業二段 3月24號的時候 綜藝錦得到了 女流青少年騎士錦標賽的冠軍 這也是她人生第一座的職業手冠 在這裡呢 非常的恭喜綜藝錦小妹妹 獲得獎金50萬日圓 呃應該算是一個蠻小的比賽獎金啦 但也不錯啦 不無消部嘛 而且呢小妹妹還說 這個獎金我不會用啊 先存起來好了 媽媽幫你存起來 好的回到主題啦 來看看今天老師要講的這盤棋 出自日本的名人預選賽第一局 綜藝錦直白對陣 同樣呢是女子職業棋手的 鋼田結梅子六段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棋局啊 已經進入了最後階段 那可能大家搞不清楚誰贏誰輸嘛 對不對 這時呢 欸 就可以使用上次呢 我在影片當中提到的 拍照鼠子功能 我們來試試看 好首先我們先打開騰訊圍棋 然後按下這個拍照鼠子功能 進入相冊 點開 這是我剛剛拍照的這盤棋 然後我們把它對準一下 按下確定 只要 3秒鐘不到的時間 就可以算出來了 黑騎士188指 獲勝 那如果呢 是用 黑白的照片呢 一樣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我現在點了一張 就是我這個隨便手機亂拍的 我們把它稍微的縮小一下 畫面 對齊到整個棋盤 差不多就可以了 按確定 一樣 3秒鐘的時間 那天還是188指 這個準確率呢 百分之一百 所以呢 經過快速的拍照鼠子確認之後 我們知道這盤棋呢 黑棋已經獲勝了 但是在終局前 的最後一個單關 出現了一些小插曲 就是呢 這個吉田捷媚子同學 他呢 在最後一個單關的時候 他原本要落下去了 可是落下去的時候呢 他感覺到這個右邊喔 有點怪怪的 所以 他在猶豫 這個棋到底要不要補一手 由於呢 這個名人戰啊 是 是一個慢棋啊 所以其實他有很充分的時間 去做計算 他應該也知道 只要黑棋呢 乖乖的 回去補一手 白棋 搶走最後一個單關 仍然是黑棋獲勝 剛剛是188嘛 扣掉一顆 187 還是呢 贏非常多 大概有七目半左右的差距 這個我相信一位職業六段 點目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再加上時間呢 是絕對充裕的 但是啊 這個鋼田同學啊 他呢 賽後自己有說到啦 就是 他感覺這邊有點棋 但是呢 以他身為職業棋手 來說 他計算了一下 感覺又沒有棋 雖然他知道 補一手 百分之一百可以贏 但是為了追求棋到 因為棋譜會留下來嘛 棋譜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他不允許自己啊 就是在沒有棋的地方 他多補一手 即便這樣子引起 他仍然覺得 不夠漂亮 所以 他呢 還是毅然決然的 把最後一個單關 填了下去 然後 就慘遭逆轉了 哈哈哈哈 這個 啊 我真的是覺得啊 有點搞笑了 好不好 這個內心戲這麼多 結果 都看了 右邊出棋的手段 我自己是認為 說真的 沒有很難啊 當然啦 這個可能是 棋手啊 在下了整盤棋之後 腦袋有點暈暈的 所以就 有點錯覺 或者看錯 之類等等的 但不管怎麼說 反正呢 白棋 再下了三手之後 黑棋就認輸了 哈哈哈哈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啊 能贏啊 比什麼都重要 這個味道怪怪的地方啊 相信自己的直覺準沒錯啦 好 那我們來欣賞一下這個白棋啊 綜藝井怎麼出棋 如果有看出來的棋友 也在底下留言跟老師說一下 好不好 你的棋力 欸 可能就比職業六段 還要搶一些囉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 右邊 由於呢 這個黑棋多緊了一氣之後 白棋的這個機關啊 是可以發動的 第一手至關重要 必須要 單擠在這個位置 可能有人 會想要 很急的 搬過去 但現在呢 還稍微差一點了 因為這個黑棋只需要一打 就形成了一個 接步軌 那如果你走在其他地方的話呢 只要被黑棋關到這裡之後 各位 這裡面喔 就形成一個 油眼沙蝦 這不是雙我喔 因為黑棋未來可以從外面填進去 所以這個棋呢 使白棋死掉 我們先來欣賞一下第一步 白棋單擠在這個位置 好那這個擠下去之後呢 黑棋要特別小心啦 黑棋應對的方法大概就三種吧 教師 點 班 我們先看教師喔 教師是絕對不行的 因為 白棋只要一擋在這裡 這邊啊 由於本身是黑控的關係 所以 一旦形成打劫 這是白方的看花劫啊 這個黑棋是完全看不住的 只需要隨便賺個幾木棋 所以打吃 不行啊 被白棋一擋形成打劫 好那緊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點 又是如何 點的話呢 白棋一擋 各位注意喔 這個地方你是不能叫吃 吃掉我的 有沒有發現 因為你剛好 A B 兩邊都是不入子 所以為什麼 我說這個棋一旦要緊到氣 才可以發動這個機關 原因就在此 那既然不能打吃的話 那 黑棋 就只能擋在這裡了 可是一擋完之後 被白棋一擋 黑棋接住 白棋提掉 哇 這裡面呢 木樹全部被破 形成一個雙火 如此呢 這個白棋呢 也是完成了逆轉 黑棋也是不行的啊 那如果黑棋不擋 跑回來 底下 把這個棋救回去的話呢 白棋只需要簡單的一接住 黑棋接 白棋再一彎 裡面呢 還是 形成雙火 剛剛是有眼跟有眼的雙火 現在是沒眼跟沒眼的雙火 結果是一樣的 黑棋還是不行 好那 那 只剩最後一個選點可以走了嘛 也就是實戰 鋼田 姐妹子 所下出來的 班 他這邊一定是看錯 什麼呢 我百分之百保證 他一定是看錯 白棋鋪 黑棋 可以 在這裡一擋 為什麼 因為 擋完之後 你會發現 這邊這個檔 是不入子 這邊這個打詞 雖然打得到 但是 黑棋只需要一提掉 也是不入子 他一定是 看成這一圖 所以他覺得 嗯 這裡面是不需要補棋的 我要贏 而且要贏得漂亮 但是 有時候千算萬算了 就沒有算到 對方其實 有非常簡單的 破解方法 就是當 黑棋版的時候 綜藝井 只需要 在這邊先叫吃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一叫吃完了 棋局瞬間Game Over 因為這個打詞是絕對先手 你只能接住 然後 我們再鋪 這時 我們來看一下 你在下這裡 欸 已經連不回去了 這個白棋就吃掉了 那你再鋪 白棋 一提掉 裡面呢 也是依然 形成雙火 那如果呢 你不 多送一顆 其實也是一樣的 你不多送 你就只能提嘛 那你提的話呢 白棋只需要一接住 一樣 還是雙火 所以 各位 今天的大逆轉 就這麼產生了 哇 我真的覺得 這個綜藝井小妹妹 真的是神選之人 又可以創下 最年輕 職業二段 又可以被保送生職業 又可以拿下 女流 青少年的冠軍 現在連 單關 最後一手填完 被初期都可以碰到了 你說 這是不是神選之人 還是對手 有意 要給他秀一波的 這個也不太可能吧 反正呢 總而言之 這盤棋就這樣被逆轉了 所以呢 老師再次勉勵各位同學 如果 你在外面比賽 單關被初期的話 請不要太難過 告訴自己 你跟職業六段一樣強 好不好 因為他們也是 最後一手單關被初期 輸掉的 這樣子 相信你的心理 會好受一點 好 開玩笑的啦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希望各位喜歡 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加分享 比賽的朋友們 也千萬不要忘記點個關注 我是曉玲老師 我們就下期再見 想變強的旗友們 千萬不要錯過 大人跟小朋友都可以上 喔